这个部分呢,包括这个开发行为,在当初还评的时候,是不是有针对这个地区的生态进行调查,以及对于这里动物的棲地进行提出书面的资料来作为还评委员审查的这个基准。 这部分呢,我们认为在还评的部分就已经有违法,而且呢,就这个开发行为原本在副条件的还评里面,已经有限定这个部分开发的路宽是6米,但是今天我们实测的结果是12米宽,所以表示呢,本件的开发行为也已经违反还评的结论。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台中市政府能够立即的停工,并且就这条路永久的不得通路,所以我们要提起这个假处分,然后呢,我们再结合这个公民的力量来提起公民的行政诉讼。 我们这条路的路宽,如果是量到柏油路是12公尺,但是如果量到旁边的水沟盖是14公尺,是14公尺,这个是比当初的6公尺差异很大,差异很大。 那依据这个还评法,第二十三条,如果你违反还评结论者,处30万,新台币30万到150万的罚款,是每天罚,罚到你改进为止。 如果你不改进的话,不遵守的话,负责人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开发单位叫做台中市政府,负责人是市长,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呼吁检调单位应该要立即调查,这么明显的一个违法的事件,他应该要立即提起调查,这是一个违法的事件,而且这么明显。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杨国珍教授来谈谈看,到底这个保安林在大杜山,他的生态意义是怎么样。 那我们请杨国珍教授。